红砖瓦灶的房子窜出浓烟 大批警消赶往现场 看到一个人导卧客厅 没了生命迹象 烧成浇湿 第一时间甚至难以分辨 他的性别年龄还有身份 随即通知监视小组 还有火钓人员到场 只是要找到确切的位置并不容易 整条山路都是林林 警消上午6点多接到报案 三峡山区飘出浓烟 但到底在哪 报案人也不晓得 好在警消在附近每一条山路都去找 终于找到这 FR现场是在深山里头 当时消防队员是开着消防车 拉起水线 走过宁宁之后 好不容易来到了现场 可以看到在我后方 已经拉起了黄色封锁线 监视人员也到里面来去监视 就是要厘清到底为什么 这场火警竟然是把一人烧死 监视小组打着灯 走进屋内拍照搜证 一步一步都非常的小心 因为屋内的温度还是非常高 站在门外的两名男子 分别是死者的儿子还有弟弟 向警方表示 年约73岁的无姓屋主 平常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身体硬朗 生活起居通通自理 没有特殊疾病 儿子偶尔也会来探望 但家属为了屋主的安全 之前就有装监视器观察 这回掉出画面 发现这把火 疑似发生在前一个晚上的10点多 70多岁的无姓屋主 不断提着水桶来回灭火 但他一个人要费多少力气 才能抵挡火蛇狂窜 警销初步研判 他疑似体力不值 被大火吞噬才会烧成礁石 接到2号 死者弟弟看着监视小组来回搜证 他也站在门口频频徘徊 想到这一切眼眶都红了 没想到这一场意外 天人永隔 TV5号位姐向上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